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八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炮姐实践期货 记得,time is everything 进直播室之前,炮姐已经和同学们 实践了牛熊共舞 亦是我们的本门绝学 昨天指数方面玩一个小朋友落楼梯的状态 在群座面的同学就知道 什么小朋友落楼梯 今天有个同学,那功课不错 在这里给你调谈 首先他买了那个call 20号到期的call 即是星期五到期的21,600点call 这些叫做每周期权 每周期权的重点就是快打快吃 好处就是说爆炸力够劲 中边的,几成的回报 不好处就是说,由于爆炸力过境 你本身的质地底子不清楚 什么叫奇权 或者从来都没想过炮这些班 就很容易出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你的基本诉求 好像比较林布坚理你拿 好像比较火箭你拿 你都要拿得快,拿得准,拿得好 才会有利润所在 今天立刻和大家实践一下期货 时间关系,我们都开了21,600点call 他的位置大概是105点 还有1月5、1月3 都分别进了几口 我觉得他做沽仓或食户 做了一成两三成的回报 他做得很漂亮的,甚至是摘着高位 160点 射到他 160点射到他 最重要是一个很短线 和一个很快的 大家看看用了多少分钟 他应该是9点48分的位置 然后砰一声上到这里 砰一声到这里 大概是10点钟 大概是12分钟 11、12分钟 他已经射到几成的回报 但你就会说不是,他再爆上去 如果他再拿着,差不多可以翻倍 大家其实来说 食户就很赶一个买日点 和一个沽缩点的时机 究竟是什么时间进入 什么时间去做最好呢 刚才就说了 其实去到低位 我看到今天的指数方面 除了京东 爸爸拖后退之外 亦都很有腾讯 中海友、网易 网易今天升得特别漂亮 大家知道为什么 因为今天出了一个数据投资法 数据投资法就是 中国有批版号 批版号和大家出量 完全没有关系 批版号就是 許心情漂亮 批一下给你 今期有哪个 之前常坐冷板凳的腾讯 和网易 今期又有份 而且一些大游戏 批版号对于他来说 实质上 数字上 老实说是没有即时性的影响 但是 FF到前景 Dreaming 前路一片光明 就像Tesla 減价 你看到小鹏理想 快点减 龙头大 LV都減价 不是日本赚汇水的減价 是LV旗艦店減价 那就大件事 旁边的coach MK袋 你不減价 就是找鬼买 所以就是说 这个突发事件投资法 令到大家对网易的前景 充满了希望 期盼 还有期待 所以你看到他和腾讯两个 就爆上去 昨天爆炒的1368 等下我都想和大家分析 分享一下 大家有问题 快点趁我说 准备的素材 主题的时候 快点填资料 什么码 什么买入 多少钱 什么股票 什么月份 行使call put 问清楚 不要只来问 有什么买 什么买 不是这样问的 明白吗 还有 现在 市方面 明天已经无不遂了 下星期新年 大家除了好好学习之外 也要紧握 这两天的节奏 是比较保守 和审慎 抄下这个重点 保守和审慎 不要想着有什么特别大机遇 特别大机遇 其实已经是出来了 当然 如果你眼明手快 即使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让你去玩 即使仍然有很多机遇 你不要想着没有机遇 没有机遇是给一些 没有准备的人 例如炮姐去升展 汇丰 汇丰 为什么人家请我 人家邀请你看过我的东西 觉得我可以 就聘请你 重点就是 当机遇来的时候 炮姐都要把握 因为我的根底后 我的智力丰富 也是很多教学经验 所以人家才请我 所以大家如果想在市场上赚钱 亦都要把握机遇 机遇是自己去创造 不是别人给你的 其实那个游戏指数方面 我都想跟大家更新 刚刚看到财经台 他拿回去年的照片 拍到我很胖 其实当时也很胖 希望再拍过 真是超胖 我跑得很不开心 现在差点抑郁 大家可以继续留下你的问题 大家来说 今个月的指数方面 最低位是2号的19303 19303是最低位 接着 创了今个月高位 21,947点 我们单单只是这个月 已经蓬了几点上来 已经蓬了2000多点上来 2643 应该没有计算 大家快点和我计算一下 是不是2643 今个月整个月的波动性 哇 你走了半个月 多多多 已经红了一声 单边短线大爆声 今早有个粉丝聊天室问炮 喂 美股大跌 其实美股大跌跟我们港股什么事 1644 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当然是等着过列 我们是每天很开心炒一个 平开 落上 落落落 有一个水平线给你炒一下 而不是美股 美股是很多阴霾的 你看到南方航空公司 东方航空公司 我们都是美国那边退市 其实是暗示 中美国人就拜拜 邓勇 我前天和我的朋友打败韩国人 邓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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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接触一些外国人 都会去了解一下外国人的 风土民情和民族意识 有些朋友说 这一转升得厉不厉害 我想给大家多一点观感 什么为止厉害 不是我说厉害 客观数字反映分析 什么叫美 客观人说你美不美 炮勇说自己美不美 当然我知道自己美 指数方面 今年由10月30日的低位 14,597点 红一霜到今天的位 21,947点 已经是打了多少点 7,350点 不要计算到最高位 计算昨天的买单位 去到21,577 21,577 已经弹了6,980点 百分析的低位 弹了差不多一半 48个 多谢你 这个Victory 这个群组为我漂亮 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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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留言为我漂亮 48% 其实如果指数 去年我们走足一年 一年 一年走多少 10,453点 我们多久 10个星期 10星期 10星期走多少点 走到7,350点 你觉得是否很快 肯定我超快 这个已经不是盛天路45度国 我认为盛天路85度国 这个走势方面 上到顶 前日的成价是多少 1400-08亿 昨天成价1267亿 跌了30% 如果这个市场下跌这么多 一般老生会觉得怎样 当然会跌下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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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数市场世界投资方面 永远永远 不等于多少 我的学生留言 告诉我 我们的指数 一加等于多少 还有 快点点点赞 alv 今天投票是红灯 那炮 就是投红灯 我认为投红灯 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最重要大家有钱赚 还有 刚才摸下去那一刻 我觉得是阴湿的 不过都是逃不出我的发眼 跟昨天一样 昨天 我觉得不是抄前日的走势 今天 亦都有点点 弹上来 水平线食糕 今天我的学生 老娘同学 一位思拉学生 很聪明的 即食 然后还要挖回他的动物 挖了我们腹窗的头头 大家未在腹窗好后 我记得今天炮姐会进入的 WhatsApp Good 但WhatsApp Good 有个要求门槛 给我交叮叮叮 还有给你问问题 如果即使要更多的资讯 记得入到秒头聊天室 会有最多和最贴士的资讯 帮到大家 好吗? OK 先给我一个OK 留言 我先测试留言板 是否正常 正常的 留言板 今天指数方面 我预料的波动性会再减弱一点 OK WhatsApp Good 波动性会再减弱一点 大家来说 最重要是看着我的位置 因为如果你说 自把自为 买大升大跌就没有了 就像打她阿婆三把冲炮艇 吃势力 冲冲冲冲冲 今早除了分析过时 亦都分析了一些片身工具观点 大家有兴趣 订阅IG有分析度 美团的 一只熊熊 怎样算 其实你看到5天的波动平均性 只有357点 不是多的 但大家都要知道 都要知道它的弹性 今天255点 就是揭后语 其实今天还未到数 上下两边可能再走到100点 上下两边走到100点 就是多少 21815 其实你说投资难不难呢 简单说加减数是否 加减数是否可以投资 如果你说加加数都不会 你回去读书 加减数都不会投资 我说一不过 21815至21360 这是我要提供的东西 要去回到今天的低销 我觉得这两个位 其中一个位置 可能是会撞得中 OK 可能会撞得中 但是早上来说 可能还在一个VR上 没冷的話 走一下走下走下 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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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状态 明白吗 大家要清晰知道 其实你问 这么高台的 也有些 欲霸不能 成交方面 農曆新年前跌 我覺得是情有可原 但我很密切期待農曆新年後 要這樣第一個個的買盤 有沒有特別的東西 第二 成交行不行 如果成交年後回來 就不合格了 負分了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成交是反映一切的 你說喜歡炮姐姐 你有沒有像粉絲送羊毛爛衣 多謝 為什麼會送羊毛爛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昨天收到一個包裹 昨天我沒有穿夠衣服上班 今天抱著羊毛衣服 人們覺得很奇異 因為平時我比較喜歡上 深色系列的衣服 其實指數方面 我覺得很正常 但我覺得今天的成交應該比昨天更多 因為現在10點半都差不多450億 接近50億 接近50億 但希望成交方面都可以上回1400億 那這樣會 會比較歡欣 整件事會比較歡欣 最近我聽到 迷恩之王 概念古之王 Orion 搞阿里巴巴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不過 阿炮姐 覺得 根本苟不答白 我先講一下 Wion的背景 讓大家聽一下 Wion是甚麼 其實他當年 就是叫做 老散號念 我覺得好像那些微信妹的感覺 我看看他的新聞 為什麼 就是說他當時很多人炒GME 甚至乎成為GME的董事 GME是那些遊戲股 即是美國版的擾股 其實看回市值方面 市值方面 叮叮叮叮叮 現在都是六十幾個億美金 六十幾個億美金 其實美國市場 六十幾億是屬於 蚊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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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當年的 戰績 高位 一聲打下去 小龍女斷腸鞋 多謝你Ava 小龍女斷腸鞋 就打下去 為什麼說 你爸爸升 我覺得 拉他下去 有些狗不答白 爸爸是甚麼 首先是我們中國馬雲先生 創立1999年 在杭州創立的一個企業 其實馬雲的故事都很傳奇 大家都知道他是鄉村老師出身 所以每一次鄉村折 老師折就會彈出來 濟勢為壞 跟老師開線上會議 很搞笑 人就要日本風流快 會打Golf 阿里巴巴是多少億 三千億的大企 迷米股 六十幾億美金 接著他還有一隻3B股 甚麼3B股炒美股的朋友就知道 都是一些蚊營 即是蚊營到爆6億美金 其實你會按比例 這隻阿里巴巴五百倍的3B 你說這隻都47倍的GME 即是告訴你 如果這傢伙說兩句廢話 可以影響到爸爸的 我不相信 還有他有貨的 他入了幾億 三億多 三億多 三億多美金 又是那個了 三千億 即是千份之一 你明明住現在一百呎 現在一萬呎 我說是yo 不要玩 人家的廁所大過你 所以我覺得 他可以影響到爸爸的增長回靠炮 即是認爲 是催的 而且實在性不太大 因為中美關係 爸爸是其中一個磨心 但其實中國在這方面 已經做了事情 已經開始 退回所有的ADR出來 那些企業 搞雙重上市也好 搬回來香港也好 都是全部做回來了 所以你們不要覺得 他說兩句 振興爸爸 企業價值低估 又說八月份 見到高層 他馬上加大回購 其實那是鬼事 我不相信這條貿易 可以 應該都是爸爸 甚至我覺得 他可能是薯條哥的朋友 說到薯條哥 比特幣已經爆升 連續升了 十四天上升兩萬多水平 雖然如此 但炮者仍然堅持觀點 我是不會投機投資 這類型的加密貨幣 因為我都是妖性甚龍 妖美不能移 妖美不能移 好了 回答一下觀眾的問題 1024 Ran就問 77M4 新年前走不走好呢? 其實1024 低位$312 已經倍升了 是一個手遊直播股 我又想和大家更新一下 東方教育的業績 為什麼炮姐 已經由虧轉型 而且我看到她的直播毛利率 Ghost Propriet 42% 都挺高的 不過余雄 余先生 我覺得她的創業精神 或者一把年多 夠僵在航行業 轉型去直播帶貨賽道 我覺得她是英勇的 但大家需要知道 一件事就是 直播帶貨頻道 由當年是阿里 淘寶 阿梅、李佳琦這些人 阿雪莉 還有很多其他人 搞到拼多多、京東 甚至乎很多直播平台 快手、Bilibili 都是照Copy and Place Business Model Business Model 是每個行業的核心 和護城河 如果她說這麼容易去Copy 其實對於她不是特別好 中長線來說 是很難延續下去 強於Apple 強於Tesla 都要面對現實低頭減價 所以如果她本身 是要靠很多外力 譬如之前 精英匯的林日欣 又被現代叫走她 如果你的品牌價值 是在其中一個其他網紅 或者明星上 好像LB最近和草鑑尼新小姐 有一個大合作 全世界都在波點 整個中環都是波點 她的Branding仍然是L-Rage 草鑑小姐仍然是 賣這個可愛搞怪的獨立路線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的Branding 是靠著某幾個超強網紅 去做一個護城河的屋 小心點 因為人是會容易變質的 你看過歷史都知道 戰國的 呂布 叛亂過多少次 很多次下 馬超 因為一個利益 會令到人有離心 有離心 如果你說 將它這麼高的profit 但如果它轉會的話 對於它的盈利方面 就有莫大的傷害性 我認為 所以大家要密切小心 這些滴波股 手遊股 其實都是很大的 小小的陷阱 你說新年前走 走不走好呢 你也給我一個 小小的意見 你去參加 因為其實下個禮拜 這個長假期 除了吃蘿蔔糕 年糕 也要看豹姐的影片 我可以七十元可以走 第一 為甚麼 因為你見到 他在低位 三十七五五 已經升了1.x倍 說爸爸升幾成 他都沒有升到1.x倍 第二 你見到在82元這個位 82元這個位 連續開了一二三四 四五至任族 那些低位買進來的那些 已經是想吃糊 不是 上面四百多元打下來 四百多元那些 你放去一百元買甚麼 九成九都是三個 兩塊的買 坐廳仍然坐廳 有本事吃到的 已經是吃的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今天 都是保持這些位 兩三元都借去先 下袋才是自己 明白嗎 下袋才是自己 各位同學 又可以吃多個 少少的咖哩飯 剛才上到去 又回來了 我們指數 明白嗎 九九八八沒有貨 可以入嗎 其實呢 不算我們短炒衍生工具 短炒衍生工具 每天是可以的 但你說爸爸的話 我覺得是過年後才入 因為年貨 看回數據 各方面的資訊 我覺得可以再看多一點 大家千萬不要因為 所以說他什麼加強回購 這些呢 就去買 還有他說加強回購 接下來2024年 都是買四百億 喂 接下來2024年 四百億 這個是口水數 他沒有一個愛的承諾 如果以香港的規例來看 我出了公告派息 我都去彈工手 突然間沒有錢 譬如說 你老公買個袋給Ava 誰知道 老闆扣花紅 我沒有錢 這樣就縮 所以大家不要太相信這些水分 我覺得爸爸在一百一十元這個位 他要一個大力的整顧 或者是要休息 才可以再上 因為現在成交不夠 他很難衝擊一百一十六元那個位 除非什麼特別事件 或者政治投資法 去幫到他 才是有可能 我覺得你正股價的劉華 你可以等一等 不需要重點 你問最近政治投資法 就想說一下特報國際 這兩者炒到火紅火栗 其實我們中國方面 有幾隻大股 第一隻就是安踏 第二隻就是李寧 都是國潮品牌 安踏一些代理品牌 361 還有特報國際 特報國際是陀地 到不難陀地 好像那時謝霆鋒 做過去那個代言人 但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運動體育股 其中一個突然爆上的原因 就是我們人民日報出了一個東西 就說我們中國的產業 運動愛好發展不好 基本舖子不夠 好像意味要幫你去加強運動設施 但我想說做運動的 你不一定要穿一個很漂亮的運動衣 才能做到 即是炮姐打羽毛強 我去淘寶淘那些幾十元的運動衣 因為其實打球的衣服 特別出汗的活動 你兩者就殘了 你買這麼貴 都會殘 我通常買Filla 你穿什麼時候穿呢 出街就穿 放假就穿 我就不會真的做運動才穿 大部分時間都不會這樣做 其實四間公司來說 四間公司來說 我覺得是2020年那幅台最美的 2020年那幅台最美的 還有他就說 昨天給了一個行業指標 希望過毛利率升到20% 就是 行業指標而已 就好像你老闆叫你跑數 或者做保險朋友 今年跑MDRT回來 劉華 今年一定可以的 你可以的 但你能否真的跑到 或者他見了差多少 就是車機為例 強於Tesla也要完成94% 比亞迪完成百多% 即是告訴你 目標和夢遇上 可能真的相差很遠 定了目標 好像那時 美國美的 講到的那些細思大會 有些油腦吹到這麼大 最後老闆又不是賣股走癮 他見到不行的 一定是跳船 他不會跟你同生共死 所以你們要清楚 知道明白 這四隻股票 這四隻股票的特性 和狀態 走勢方面 不用說一定是安達最美 整個的角度 動上去 你說李寧 都是隨著大事升 也有指數小成份 也會抽上來 但會不會突破的 其實你爬山爬得這麼艱苦 都未爬到八月的位 人家已經去到幾個月的位 三月的位 三月的位 去到幾個月的位 三月的位 你爬得這麼辛苦 都未爬上八月的位 我告訴你 這隻股票根本是弱底 不要看到銷售指標 或者小小的冷鬼指標 就覺得人生充滿希望 實際上 我們還要看看第一個庫存 庫存很重要 車的庫存 或者零售品牌庫存很重要 什麼叫庫存 就是說我弄了十條LV頸巾 炮姐不買 對於任何一個品牌來說 就不好 為什麼 你有沒有叫做Brettpain 那些票會有庫存 每個個都是爭的 金比那些 就坐VIP投行去看 那些平民百姓 隨便拿好票都會去看 炮姐拿不到 沒得看很慘 庫存方面 如果你有庫存 其實不好 越高庫存 代表你的去貨越慢 越慢的turnover 越少的話 對於你的毛利不好 因為你為了去庫存 或者每一季要有一個新款 其實一個潮流品牌 是有一個麻煩地方 就是貴貴出新的 你今年和草價合作 明年也要和草價合作 明年和木村合作 可以嗎 就是為了庫存一個大敵 大家一定要留意 第二個毛利率 賣得多 又不是代表賺得多 你看回每一件 你賺多少錢 還有你的打折程度 現在打折程度 現在打折程度 大概是七至八折 你見到超排不會打折 Berberi那些已經說明了 就算他們去燒掉 丟到海 都不會給你 那些貨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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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的依賴 信任感 安全感 等等的因素 去再做一個購買的行動 而不是單單在一個價錢 永遠never 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 never 不要用價錢去定義你自己 當然我們打工用價錢定義你自己 還有一個問題 不要用鑑便鑑賤的價格 為什麼我說車仔股已經變了質 整件事變了質 就是說 它開始連龍頭都要用價錢 你見到小鵬那些 立即跪下奶 就算每一格賣出去 每一格都要輸多少錢 輸10萬 9萬 都要賣 為什麼 因為你減去不減 ALV都減價 你不減價是很嚴重的 大家快點給個讚 ALV減價你都不減價 其實很嚴重 很負面 所以我覺得車仔股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 奶野格局 超超超超奶野 奶野成 多少 成1000 大概 奶野成1000 這個大家要明白 這一件事 其實你問位指數方面 今天都是這樣的格局 低波段 少許雜幅波動 但仍然是有虎蝕 整個恆子來算 其實PE 7.8倍 但不是貴 但我想跟你說 恆生指數成份股 基本上每一個季度 都會有檢討 炮姐在1萬6千多的強積金好倉 我都可能會連後再出調動 在MTF的學生群組 我跟大家分享我個人觀點 所以我就說不要理會人家賺不賺錢 或者是各方面 最重要是自己賺到錢 自己的寶寶是夠好的 今日的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記得放在他命而勇 我們在星期五的Solo直播再見 拜拜